我们在大过年期间 我们还是轻松一点 我们谈论除了这个队会 有黄龙的陆军 南洋地区指挥部 也就是蓝指部 还有海军的这个124舰队 这个是以拉法叶军舰为主力的部队 老谈说海陆空军 都有黄龙为队会的部队 那空军呢 空军的是第八大队 第八战术战斗机大队 他们的队会是 灰藤在云端的一条环龙 全区的形状呢 就像是数字八 代表第八大队 他们的部队方号 那也象征着八大队呢 可以龙行天下 龙藤四海 这个第八大队 这个八 那个名称挺吉利的 因为八也有这个发的这个谐音 看到这个队会 听到这个又是八 又是发 预祝大家呢 过年前打牌都可以一路发 运势也是发发发 但是这个八大队呢 我们也很想知道说 他到底有什么来历 八大队呢 他们是在1936年 在江西的南昌成立 最早是属于轰炸机部队 1938年呢 曾经飞领日本上空 空头传当 进行人道援证 那个时候是由八大队 14中队的队长 徐焕胜 他后来来台湾 有做过空军总司令 那个时候由徐焕胜 率领 19中队的副队长 童彦博 他们先写好志愿书 架子美智的V-10重型轰炸机 携带着百万份的船档 那个时候是相当的轰动 看战胜利以后呢 八大队换装美智的V-20轰炸机 徐焕会战以后 迁到了台湾的新竹 我们之前也有提过 就是重庆号事件发生以后 有完老虎支撑的空军副总司令 王淑敏 他那个时候命令新竹基地 第八轰炸大队 出动了四架的V-20 飞到了上海 加满了油以后 再对重庆号进行猎杀行动 依赏他们这个执行任务的范围 跟他们作战的调度 其实也挺符合 龙行四海的一种概念 台湾后来呢 因为美元的轰炸机 缺掉严重 所以后来就取消了 轰炸大队的编制 可是又考虑到 需要增加作战的众生 还有战时的兵力 东迁 所以1982年起 空军把F-5系列的战机 陆系移编给新成立的 828连队 担任东部的防空任务 到了1986年 第八大队在花莲基地 又重新的组建 并且改制为战术战斗机部队 下面有14 15 16 3个中队 看起来这个828连队的成立 主要是维持花莲机场 战略预备基地的地位跟能量 将从西边钛换下来的 这个F-5A F-5B 全部移住到台东跟花莲 后来台东的F-5A F-5B 全部都转交给828连队来使用 到了1994年的时候 八中队那个时候奉命接收 金国号战斗机 成为全空军 第一个泛砖新一代战机的中队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次有特别准备的一个队徽 它的左下 其实就是金国号 不过到了2004年10月 金金案组织编砖调整 第八中队也进入了历史 虽然第八中队已经走入历史了 不过我们都知道 台湾花莲的空军基地 曾经是以F-5系列为主要的战斗配置 后来只经改变 现在是空军第五战术混合联队 使用的是更先进的F-16V战斗机 当然也随着大陆空军的更新换代 近年有出现绕岛远航的机动的战术行为 过去嘉山基地制航基地 被认为是以保存战力为主 现在也逐渐面临新的挑战 有的时候看这些部队的历史 方好的改变 有时候会让人有点不舍 可是变更的背后 其实就如同企业一样 都必须要不断的变变变 才能够应应未来的挑战 今天老谈讲到了陆海公军十分应景的 黄龙避章或者是徽章 在我印象中 台湾者是蛙人部队 在受训结束的时候 钉在胸口皮肤上的 那个似乎也是金龙徽章 它也是一个龙的形状 你有看过吗 我有看过 那个也是一个金龙的形状 正因为这个龙 往往给人家一种 避逆天下为我独尊的一种气势 给予部队也可以注入信心的一种动能 在农历过年期间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 你的避章或是你的徽章故事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台湾度新闻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面 给我们观看 跟底下看我们交流 也可以用Podcast收听 欢迎大家到ApplePodcast上面 给我们留言跟五颗心的评价 请大家看 感谢观看